他拿起刑具时 我听见他的心声 好喜欢他呀 终于到手了 怎么办 他眼睛红了 好可爱 正下不了手 我靠 别哭啊 只要说一声 正把国家都送给你 守成失利 我被敌国皇帝叶晨生擒 此刻 我身上套着沉重的锁链 被绑在典玉斯的刑罚堂里 叶晨一身明黄长袍 覆手而立 冷冷看向我 北边的布防徒藏哪了 太阳起布满道次的长鞭 一张清俊的脸 在烛光硬衬下 肉糊糊暖洋洋的沈南风 他跟小时候一样去 真想把他弄哭看看 我诧异的抬头看向叶晨 他依旧是那幅冷淡梳理的样子 甚至放下鞭子 开始挑选起刑具 正当我分外疑惑时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沈南风怎么回事 他怎么不害怕呀 这是啥 夹手指的 不行不行 南风的手那么漂亮 这刀也不行 太锋利了 容易伤着他 这个烙铁不错 不加热 就拿着吓唬吓唬他 下一刻 我看着叶晨拿块漆黑的烙铁 面无表情的朝我走来 看到这一幕 我突然有个奇怪的想法 于是试探性的问 陛下 你这话还没说完 那声音又一次响起 南风叫我了 他是不是也喜欢朕 崇拜朕 想做朕的皇后啊 我清了清嗓子 打断这过躁的声音 继续说 陛下 你要杀要寡随便吧 叶晨的声音停顿一下 又一次翻涌而来 杀 朕杀了你以后 就要守寡了 你求求朕啊 你撒个娇啊 要不你说 以身相许叶晨啊 我看着叶晨紧紧抿住的双唇 终于确定 我可以听见他的心声 旁边的狱卒似乎有些看不下去 将探盆端到了叶晨面前 叶晨眉毛微皱 开口呵斥 退下 这人正要亲自审 狱卒愣了一下 然后手足无措的 将探盆放到我脚边 磕了头慌忙撤离 人还没走远 我就又听见了叶晨的心声 朕的南风这么可爱 怎么能让你们看见 嘿嘿嘿 南风哭 只有朕能看 我惊诧于 叶晨非要把我弄哭的变态想法 准备赋于顽抗一下 没成想刚一张嘴 就被烧炭的浓烟呛住 咳了起来 等我咳完 眼泪已经忽了满脸 于是决定将计就计 我带着哭腔可怜巴巴的喊 陛下 陈是玄越国的将军 若是卖国 以后就没了容身之处 叶晨手里的烙铁掉在地下 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接连而来的是他内心的怒吼 怎么办 他眼睛红了 好可爱 朕下不去手 啊 朕是畜生 朕怎么可以吓唬他 叶晨撩了下长袍 猛地转头离开刑法堂 临走时 还不忘维持皇帝颜面 沈南风 朕给你几日时间 好好思索思索 要不要投靠我北明 可他心里明明想着 破玄月有什么可留恋 看在小时候的份上 朕给你锦衣玉石 金银珠宝 让你一辈子无忧无虑 嫁给朕 只要你说一声 朕把国家都给你 我跟叶晨 年幼时见过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想不通的问题 不止这一个 叶晨将我一个俘虏 安置在了昆宁宫 那可是皇后住的宫殿啊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对我有好感 但安排在这儿 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不仅如此 大晚上的 叶晨还来我这用膳 旁边跟着的年迈公公 牺牲戏祈祷 像我们圣上这样 稀才的英明主君不多了 叶晨站在一旁 威仰着头 露出半张高傲的侧脸 像朕这样疼媳妇的不多了 沈南风 还不敢快嫁给朕 我听着叶晨丰富的内心戏 觉得这实在是个套话的绝佳机会 那陈旧 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耶 南风同意跟朕用膳了 下一步就是交杯酒 叶晨端着酒中 小口抿着 怎么看 怎么像个冷硬的帝王 但有了毒心术的 我还是决定搏一搏 我站起身 根据叶晨心里的喜好 挑了两道菜 小心地夹进他的碟子 公公的惊声尖叫 和叶晨的心声贴在一起 你什么身份 敢给身上铺菜 哎呀 南风给我夹菜了 他知道朕的喜好 他心里有振 朕要对他再好一点 陛下 我装作惊慌失措的跪倒在地 诚惶诚恐地开口 臣只是欺慕您 并没有冒犯的意思 回应我的唯有沉默 微微抬头 只看到叶晨极力压制 却依旧翘起的嘴角 以及那双颤抖着去夹菜的筷子 正当我怀疑自己的毒心术 是不是失灵了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呐喊声袭来 亲目 沈南风说 亲目朕 亲目是什么 是钦佩家爱目 他也爱朕 我们心心相应 白手不离 三年爆俩 吃 媳妇家的 食也要吃 嗨嗨 叶晨假母假式的倾咳一声 我急忙低头眼去笑意 李玉 这与沈将军心心相惜 不必在意 沈将军起来用膳 于是我又装作如是重负的样子 战战兢兢从地上爬起 再次坐吻时 叶晨已经将碟子里的菜 吃得一干二净 甚至连菜汤都没留下 这玉橱手艺真不错 得赏 南风怎么不吃 都瘦成这样了 玄月这点钱都没有吗 陷害我媳妇 还不给饭吃 迟早灭了他们 听到这儿 我拿筷子的手一抖 一块肥美的烧鹅掉在桌上 怪不得这场仗败得如此之快 原来是玄月有内鬼 想到在皇宫里 还一无所知 四面受敌的皇兄沈彦 我便再也装不下去了 提起筷子 指向叶晨的喉咙 陛下不觉得 自己身体有意吗 李公公表情惊恐 大声嘶吼 你做了什么 来人啊 护驾呀 叶晨伸手 把挡在身前的李日巴拉凯 面无表情地问 朕早已派人搜过身 不知沈将军是如何下的毒 打是亲骂是爱 不就是毒吗 朕不怕 呜呜 还是很难过 心好痛 南风下的是 是心骨吗 沈南风 请你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 哪来的毒 不过是找个 可以逃走的借口罢了 我吹猫看着自己 唯一的武器 一双嘎嘣脆的木块 任命地叹了口气 开始胡说 沉的毒藏在牙中 自然是下在 刚嫁给陛下的菜里 李公公的眼睛瞪得溜圆 脚下抹油斑往外跑 宣太医 快宣太医 叶晨挥了挥手 将要闯进店内的侍卫拦住 他一张脸冷的 似乎能冒出寒气 内心却叨叨不停 朕对沈南风还不够好吗 他为什么这么对朕 朕的爱意还不够明显吗 下什么毒 嫁给朕啊 朕把身家性命都给你 倒也不必如此热情哈 我挥舞着筷子 显得气势汹汹 陛下若不希望一年早逝 还是将尘送回玄月为好 叶晨深深看我一眼 将手腕递给旁边 早已站成一排 等着好卖的太医 沈将军自请入我北明 如今却言而无信 不怕我屠城吗 边城被迫 我独身一人前往北明 换取城内百姓平安 若没有这毒心术 我大概早已妥协 可如今 我能听见叶晨心里所想 他说 朕该死 朕不是故意威胁南风的 朕不想死啊 朕还想和南风白头偕老 相如以沫 翻云覆雨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混进来了 我看着叶晨那张 道貌岸然的脸 再次强调 放尘回玄月 心里却忍不住想 这个神神叨叨的祸 是怎么跟我周旋三年 还能把国家治理强盛的 陛下 老陈无能 诊不出这是什么毒 陈无能 太医们哗啦啦跪成一片 战战兢兢的扶在地面上 大气不敢出 只有叶晨的心声 在殿内盘旋 老子不想死啊 这帮废物 让你们去刷公筒 天天熬的药 还不如公筒好闻呢 朕还没取到沈南风呢 朕要活着 活着 看到叶晨如此强烈的求生欲 我趁机勒索 陈自小在要往谷长大 这毒常人自然诊断不出 陛下还是放尘走 再将边城交还于玄月 不然等你死了 我麒麟君可不会留情 叶晨的眉头紧皱 仿佛在做什么痛苦的决定 可内心却没有任何声音 我一颗心提到嗓子眼 紧紧盯着叶晨的双眼 半晌 他猛地站起 沈将军这幼稚把戏 还想瞒过阵 来人 把宫门封死 看好沈将军 话音落 叶晨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衣袍 带着工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沈南风这小东西还想蒙我 小时候连砖头和馒头都分不清 还下毒 怎么办 不舍得打不舍得骂 关起来又见不到他 啊啊啊 烦死了 叶晨的声音越来越远 等我缓过神 就只剩下一片冥黄的衣角 小时候我生过一场大病 醒来时丢了记忆 是沈彦将我捡回府 教我读书习武 跟我以兄妹相称 或许那段丢失的童年 可以从叶晨纳密得踪迹 当然 这不算太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得赶快把玄悦有内奸的消息 告诉皇兄 于是大半夜 我拿出一块藏起来的米饼 开始敲窗户 这玩意儿我用满扇的时候就发现了 咬半天咬不动 比我命还硬 连膜带踹 半个时辰 我就从昆宁宫后窗挤出来了 除了我本人英勇锐之外 此等神器也是功不可没 北明皇宫修缮的没有弦跃 大气恢弘 游起攻墙 矮了不止三成 我一个助跑 纵身一跃 就挂在昆宁宫的墙头上了 至此 我的逃跑之路都十分顺利 可就在此时 我听见了夜晨的声音 不知道南风睡了没 把脑袋探出去 准备等夜晨离开后再翻墙 谁承想 他的声音竟离我欲发近了 朕是君子 怎么能夜闯女子归房 朕的皇宫进去看看怎么了 就看一眼 看一眼 最多两眼 三眼吧 没关系 只要不眨眼 朕可以一直看 堂堂北明皇帝 内心竟然住着一个碎嘴子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坚持不住了 老天有眼 夜晨的声音真的消失了 酸痛的小臂发力 我把脑袋探出墙头 结果郑郑好好对上夜晨那张帅脸 啊啊啊 这下我是真没分清 夜晨这声尖叫 是憋在了心里 还是喊在了嘴上 因为他手一滑 人已经从宫墙上跌落 摔了个狗吃屎 朕是不是丢人了 朕光辉伟岸的形象啊 朕要不趴在这儿再装死吧 很好 朕太聪慧了 南风肯定会心疼朕 照顾朕 跟朕日久生情 洗劫连理 不好意思 在下并没有这个打算哈 在夜晨愣神的这回功夫里 我已经从墙上跳下 正准备趁夜黑风高离开时 小腿被人抱住了 我低头望去 只见夜晨正微抬着头 露出个小狗般可怜巴巴的神情 记忆里 某些被掩埋的画面 突然翻涌而来 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有个摔倒的小男孩 也是这样看着我 沈将军 夜晨哑着嗓子喊 嗯 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答 你踩着震手了 我的逃跑大计 最终已失败告终 因为我跟夜晨搞的动静有点大 被巡夜的侍卫抓了阵着 夜晨已经爬起 站得笔直 高傲地抬头看向天空 震睡不着 叫沈将军一起赏乐 震果然十分聪慧 震又救了沈南风一次 他会不会以身相许 他是不是忘了 小时候说要嫁给震 我跟着侍卫一起抬头望天 除了两坨乌云 啥也没有 哪里来的赏乐 夜晨约莫是怕我逃跑 上朝时派了不少人 将昆宁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下朝后 他竟然直接带着奏折 来到了我这儿 这帮老头 不就是不选妃吗 不就是让南风 住昆宁宫吗 震乐意 震乐意 震就是要把最好的 都给沈南风 让他爱上震 让他非震不可 他面上认认真真的 披着奏折 心里把那些朝臣 骂了三百多遍 我悄悄溜到宫门口 跟站岗的侍卫聊天 大兄弟 听说陛下有几只名贵的蓝歌 不知能否有幸一关啊 他轻蔑地瞥我一眼 你个战俘 有什么资格提要求 玩呼指手 下去领发 叶晨低沉的声音 在我耳边炸开 看着侍卫灰溜溜离开的背影 我微微勾起嘴角 本来这话 就是说给叶晨听的 南风喜欢鸽子 震有啊 都拿过来 你死他 也不能都拿 万一他爱上鸽子 不爱震了呢 叶晨顿了顿 偏头吩咐礼遇 去拿只蓝歌来 这种鸽子 以聪慧闻名 不仅识途 据说肉质也十分鲜嫩 我低头摆弄着 他腿上的小竹筒 想把昨夜 偷偷写的密信塞进去 可叶晨总是盯着我 南风有了鸽子 就不要震了 他笑了 好可爱好可爱 他竟然冲鸽子笑 震还不如一只鸽子吗 叶晨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 我趁机将叠好的纸条 放进竹筒 刚把鸽子放飞 叶晨立马拔出屋中配件 将鸽子捅了个对穿 太帅了太帅了 震这个姿势 应该再维持一会儿 南风一定会被震的英姿迷倒 我颤抖着双手 捡起鸽子的尸体 把纸条藏回袖中 苦笑抬头 陛下伸手矫健 陈佩服 叶晨挽了个剑花 受剑入翘的时候 戳到了自己虎口 疼疼疼疼 直了 为了让南风爱上震 直了 他刚才是不是夸震了 震爱听 能不能再来一遍 李公公一脸肉疼的 接过蓝鸽的遗体 看向叶晨 陛下 这鸽子自然是炖了 晚膳时呈上来便可 震惦记着鸽子很久了 南风果然是震的复兴 都给南风吃 他太瘦了 震喝汤就醒 嘿嘿 又能跟南风吃饭了 大概是为了配鸽子汤 晚上的菜 那叫一个丰盛 别说我连年在编城树冠 就是回到黄兄沈宴跟前 也没这样的待遇 我多吃一口 北明人就少吃一口 于是我左手烧鸡 右手猪蹄 时不时再来一碗鸽子汤 怎么南风就知道吃 看看震哪 震也很香啊 快来轻震一口啊 算了 反正人已经到手 以后有的是机会啃 几天下来 我已经习惯了 叶晨这抽风式的心理活动 甚至能面不改色的 跟他胡周两句 陛下 今日有些凉 您定要保重龙体 叶晨微微汗手 看起来有些高冷 但内心早已炸开了锅 南风观心震了 世间最体贴的夫妻关系 也不过如此 四舍五入 南风与震就是夫妻 天冷了 可不能动着震的夫人 一会儿就让人送金丝探 听到这儿 我的心猛然抽搐一下 愧就敢赢了心头 我不过借着能读懂叶晨的心 想找机会逃出北明罢了 可他却是真心实意的偏袒我 优待我 好好的饭突然不香了 我胃同嚼辣的 吃了一碗又一碗 等调节好心情时才发现 吃多了 于是我开始在屋里走圈 叶晨并没有参与 我饭后走一走的活动 他刚用完膳 就将宫女侍卫们都安排到了店外 还让他们牢牢守住 昆宁宫每一个出路口 他自己也没逗留 而是一边在心里叙道着 一边快步离开 朕知道南风这孩子 打小就洗劲 这才把人都撤走 朕真是太贴心了 昨天南风跑 竟然想逃跑 不可以 朕不能再把他弄丢了 都怪那些大臣 非说朕与理不合 要不朕怕坏了南风名声 朕今晚就睡昆宁宫 叶晨人刚走了不过一盏茶 金丝炭 手炉 锦鼠被等上好的取暖物件 就流水般抬进了店里 众人急匆匆来 急匆匆去 顷刻间屋内只剩几个 飘着青烟的暖炉 我撑着下巴 挨到了三更半夜 此时屋内暖得令人昏昏欲睡 屋外的工人们 也相互依偎着打起了盹 我捏手捏脚地将炭炉搬到窗边 一脸肉腾着 撕烂了上好的锦被 将其扔进炉中点燃 刺鼻的味道 混着滚滚浓烟 从窗户缝隙间钻出 再一声声走水了 快来人 等呐喊中 我敲晕了个小公鹅 换上他的衣物 逃出了北陵皇宫 直到跑进 凌凌清清的街巷 我仍旧有种恍惚感 逃亡过程顺利的异常 不免让人心里没底 就在我准备出城时 一个包裹严实的黑衣人 牵着两匹马拦住去路 我警惕地盯着他 反手握住藏在身后的米饼神器 准备跟人决一死战 此时 一股冒着杂粮味的方言跳了出来 尼尔 买皮马不 跑低他快嘞 真是想睡觉 就有人递枕头 我微微放松些戒备 转瞬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刚才跑得太急了 没拿钱 于是我只好舔着脸 露出个讨好的笑容 大哥 能不能赦账 我到地方再给您钱 黑衣人不支声 露出的一双眼目光冰冷 他笑得好好看 赦什么账 别说马了 我都可以倒贴 让他亲我一口做报酬 不过分吧 我疯狂甩头环顾四周 除了我们俩之外 并没有其他人的引踪 所以 这次我听到的是 这个黑衣人的心声 我秉持着怀疑态度 又小心翼翼地 喊了对方一声 大哥 许久之后 他点点头 重 但俺得跟着弄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名正言顺地陪他一路 这感情 不得嘎嘎声闻 我翻身上马 听到这儿 差点一头栽下来 这年头 怎么到处都是 跟夜晨一样的变态 从北明皇宫到玄岳边城 快马加鞭 不过是三五天的事 这些日子 我怎么想 怎么觉得这大哥不对劲 出现了时机 别扭的方言 还有那叨叨个没完的心声 到处都透露的诡异 所以今天在客栈歇脚时 我死死盯着那张 藏在粗犷大胡子下的脸 想寻求一丝破绽 他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是不是爱上我了 难道南风 喜欢我沾了满脸落腮糊的样子 果然 朕无论怎样打扮都很有魅力 听到这接连蹦出的心声 我突然捕捉到一个特别的称谓 朕 上一个这么称呼自己的 还是夜晨 你一眼 浓咋不吃赖 黑衣人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回过神 仔细看了看他那双毛子 又黑又亮 跟夜晨一模一样 这两天忙着赶路 我竟然现在才发现 这就是夜晨 虽然有些不道德 但要是我装作没发现端倪 将他骗进玄月 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能把他抓起来 换编成百姓 重归故土 确定了作战计划 我给夜晨真买一杯酒 大哥 小妹敬你 话音落 我举起酒杯 冲夜晨笔划了一下 而他笑着 毫不犹豫的一口闷了个干净 尼尔 俺就稀罕你这只爽样 真好啊 换个身份自在多了 等娶到南风 朕就退位 天天游山玩水 二人世界 不就是回旋月吗 刀山火海小爷陪你 夜晨的声音依旧在耳边萦绕 看着愈发接近的编程城楼 我的心情逐渐低沉 半月前 这里还是旋月国门 可如今 物是人非 尼尔 咋不进来 夜晨看我愣神 仰手拍了下马屁股 受惊的马 立刻撒腿向前跑去 耳边呼啸的风 将乱七八糟的想法一起带走 只剩下夜晨的心声 跟我一起飞奔进城 嘿嘿嘿 南风看我把编程治理得如此之好 会不会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 洞房花竹 接下来就是哼哼哈黑 收连点收连点 别被他发现了 要我说 这旋月除了我家南风 没一个靠谱的 我站在熟悉的街道上 有一瞬间迷茫 热闹繁华 人声鼎沸 洞房的百姓中有人认出了我 他们喊着 小沈将军回来了 北民主军果然没有骗我们 沈将军欢迎回家 他们热情的将我团团围住 隔着人群 我看像站在角落 牵着两匹高头大马的夜晨 他勾起嘴角 眼神清澈 郑一向说到做到 郑小时候还说过 要去沈南风呢 他什么时候嫁给我呀 他眼睛都红了 好心疼 好想抱抱他 沈南风要是知道 我陪他来了弦乐 不得爱死我 拒绝了百姓们的邀请 皇帝怎么了 皇帝也要娶媳妇 听着他雀跃的心声 我虽有些不忍 但依旧开口劝阻 大哥就送到这把 到时我会差人把钱给你 夜晨上扬的嘴角直接垮掉 下意识的反驳 不成 我必须跟着你 不能让南风一个人 连那个人都背叛了南风 怎么能让他孤身犯危险 要不是知道这小东西死卷 才不让他往外跑 又是这个叛徒 连夜晨都心有余悸的人 对皇兄来说肯定更加危险 这悬月工程 我是一定要去 我将正不断往我手心里拱的码头 推进夜晨怀中 再次重申 就到这儿吧 后面的路你不应该跟着 夜晨抬手轻轻摸着有些躁动的白马 在心中打起算盘 呜呜 这小东西怎么翻脸不认人 他是不是看出来了 不可能啊 我伪装的这么好 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悬月 怎么办怎么办 要不把他敲晕了 扛回家 我在心里默默比较了 一下我们二人的武力值 立马伸手抢过夜晨手里的缰绳 苦笑着补充 你要实在想跟 再加上我身份敏感 害怕被那个位高权重的叛徒发现 一路上就只能躲躲藏藏 这么一来 我跟夜晨的交流就更少了 直到这天 夜晨不知从哪搞来一只香喷喷的烧鸡 我这才又一次听到他的心声 南风已经三天没有理我了 沈南风 劝你快来哄哄我 不然我 我会伤心的呀 看着有些颓废的夜晨 我撕下一个鸡腿递到他面前 大哥 这些日子赶路辛苦了 夜晨眼睛放光的结果 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 不辛苦 有这么好看的姑娘陪着 直了 哎呀 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南风不会觉得我是登徒子 不要我了吧 那朕岂不是要痛失爱妻 妻离子散 孤独终老 曝诗荒野 那朕也太惨了 我又撕下俩鸡翅膀 堵住夜晨的嘴 打去道 大哥性格直率 很招人喜欢 我就知道 我媳妇最通情达理了 南风是不是已经被我迷倒 正在我两个身份间徘徊犹豫 他会不会正在为我吃为我狂 为我筐筐撞大墙 妮儿 农真有眼光 夜晨一边说 一边把油腻腻的鸡翅膀 塞进了自己那个极其名贵的云锦荷包中 我刚想吐槽他过于抠门 就听见他的心里说 这不是鸡翅 这是南风对我的暗示 南风肯定想说 愿意跟我做比翼鸟 做连里芝 这样珍贵的定情信物 得好好保管 等回北明 给那些说 我们家南风对我不好的朝城看看 朕还要叫人 摆着对翅膀写进史册 我撕下最后一个鸡腿 还有一个鸡头 递给夜晨 吃吧 吃完好赶路 顺便补不脑 又是几日奔波 我与夜晨终于到了上京城外 他牵着马站在我身后 南风 能不能不要去呀 玄月皇室没一个好东西 别去了 算了 谁让朕宠着你呢 想去便去 我护着你 我回头冲他笑笑 捏了捏藏着的冰符 走进了繁华热闹的上京 今天似乎有贵人结亲 几条主街上都铺了大红的毯子 丝竹声远远飘来 透着欢喜 我随手拦下了大爷 老先生 今日是谁家娶亲啊 他一脸惊诧地看着我 这你都不知道 今日可是麒麟君主帅 陈瑞妹妹的册封大典 这姑娘真有福气 兄长被提拔不说 还成了一国之母 大爷捋着胡子 摇头晃脑地走了 徒留我一人愣在原地 麒麟君由我一手带出 陈瑞这人我更是熟得不得了 他虽有个成相爹 但脑子不算灵光 怎么也轮不到他做将领 况且他妹妹陈瑞 似乎早有心意之人 前两年刚中了秀才 该不会 陈氏父子就是叛徒 二人打算架空皇兄 又或是想师弟夺权 尼尔 能打算上哪去啊 叶辰凑上前 又用那口不知 从哪学来的方言 向我发问 我的思绪早已凝成一团乱麻 唯一还算清醒的想法是 叶辰 他不该卷进来 我伸手撕下叶辰那本 就摇摇欲坠的甲肉腮糊 一抹红痕 在他白净的脸上 更显艳丽 别装了叶辰 趁我没喊人 把你抓起来赶紧走 他盯着我 眼睛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 沈南风 你要不要这么绝情 你以为沈彦是什么好东西吗 我劝你长点心 快快挽留我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呜呜呜 好难过 好想哭 连狠话都说不出来了 叶辰果然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发狠的揉了揉眼睛 便甩袖离开 没了叶辰 一个人翻墙头 还是有点寂寞 即使找到了之前藏好的兵符 但我最终还是 选择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进入皇宫 宫里每个角落 都透着喜庆的氛围 可按日子算 若不是遇到叶辰 今日应是我死后的第49天 我的一兄沈彦 在本该给我入恋祭祀的日子 册封了皇后 被百姓们津津乐道的册封大典 比我想象中简短得多 不过未时 皇兄沈彦就出现在了御书房中 他穿着悬色长袍 上面绣着九条金龙 趁的人愈发疏离冷漠 看到我后 沈彦一罐古井无波的脸上 多了些慌乱 南风 你竟然还活着 是啊皇兄 我回来了 我边答 边捏起一块点心塞进嘴里 大概是被叶辰养雕了 我竟然觉得这玩意儿 一点都不好吃 沈彦快步走来 攥住我的手 你能回来 朕自然是高兴 不知妹妹从北明那儿 得了什么消息没 沈彦的手很凉 不知为何 那股凉意从手心起 一直往我心里钻 风后大点很顺利 沈彦也不像是被威胁了的样子 事情的发展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同 若一切只是我的意想 那我私闯皇宫 岂不是死罪 想到这儿 我用力将手抽出 端端正正的跪在沈彦脚边 陛下 麒麟军中恐有逆贼 你还是 话音未落 沈彦猛的站起 抬脚踹在了我的心口 我没设防 自然被这结结实实的 一脚踹翻在底 等我爬起时 沈彦不知从哪掏出把匕首 直直向我喉咙刺来 万般无奈下 我只得伸手握住 她暗自用力 难得露出了个讥讽的笑 沈南风 朕为了除掉你 不惜让陈瑞将编程送给北明 可你怎么还没死啊 刀锋没入皮肉 鲜血顺着刀尖 一滴滴落在我的脸上 事已至此 我这才明白 惦念这份兄妹情的 从始至终指我一人 路上这么多天 我并非全无准备 只不过 原本为了救沈彦才集结的军队 如今成了我的保命符 听着远处传来兵戎护肌的声音 我更加用力地握住匕首 咬着后槽牙威胁沈彦 陛下 兵符还在我手上 你猜 现在城外有多少麒麟军 你听 他们此时正打着清军策的名义 开始闯攻呢 沈彦中士对我唬住 他面无表情地收起刀 用帕子擦拭着手上的血 沈南风 看在兄妹一场的份上 正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入宫为妃 要么 非你奶奶的腿 屋外一声怒吼 打断了沈彦的话 御书房的大门被人推开 与血腥味一起窜进来的是叶晨 此刻 他退去伪装 露出原本清俊面容 一身月白色的长袍 干干净净 叶晨将我拉到身后 撕下夹衣 替我包扎着伤口 还不忘对沈彦喊 老子捧在手心的人 让你搓磨成这样 要不是南风不舍地伤你 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了 沈彦背后的一愣 大喊着 来人 来人 宫内的侍卫不知道了何处 唯有一直伺候他的那位高公公 连滚带爬地跑进来 陛下 北明大军压境 已连夺三成 陈氏父子勾结御林军 意图谋反 正在闯宫 沈彦沉默地盯着我与叶晨 唯有高公公跪扑过来 拽住我的衣角 沈将军 您带陛下走吧 我看到您的麒麟军正在宫外护驾 您与陛下兄妹情深 定能护人周全 叶晨身腿将人扒拉开 指着沈彦问 你看他敢求南风吗 一天天自以为运筹帷幄 聪明绝顶 算计这个算计哪个 结果呢 把自己都算计没了吧 连自己妹妹都出卖 活该守不住江山 我盯着叶晨的侧脸 有些出神 真痛快啊 老子看沈彦不爽很久了 就他还想娶南风 做梦去吧 做梦都不可以 沈彦被叶晨这一串话气懵了 直到陈氏父子的头 被扔进店里 才回过沈 再次开口时 沈彦的语气中 多了几分哀求 他哑着嗓子求我 南风 朕只是一时糊涂 受奸人蒙骗 糊涂 我看你脑子是被屎胡住了 如今你也康健 不如朕重新将齐林军交还于你 如何 沈南风 你不能被他骗了 听见没有 朕发誓 以后绝不会再背叛猜疑你 要不老子心疼媳妇 你这时候黄土都埋脖子根了 还在背叛 我看你在想屁吃 叶晨在心里 跟沈彦说起了相声 我听了想笑 又觉得不合时宜 大概是看我神情松动了些 沈彦又打起了感情牌 南风 我们数十年的兄妹情 怎会被这点小误会消磨 这下叶晨忍不住了 你脸咋这大呢 你这妹妹 哪片来的心里没点数吗 还兄妹情 谁家兄长称递后 让妹妹数关 完事又看人家功高震主 不惜自卖一成 也要夺人性命 发现自己被人诶骗之后 还想让妹妹进攻为废 呸 臭不要脸的蠢货 妮儿 龙可千万莫要信她嘞 看着叶晨如此激动 我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让她放心 转头看向沈彦手里的匕首 低声道 从你拔刀时就该知道 我们往后不可能再有瓜葛了 若有 也只能是仇人 沈彦似乎不信邪 将匕首如烫手山芋般 飞速扔出 沈南风 我可是将重病的你捡回家 教你读书习武 这些话没说完 她胸口突然冒出一个小小的刀尖 沈彦不可置信地回头望去 此时高公公正握着匕首 一脸阴狠 陛下 奴才伺候您多年 不知您是否记得 奴才当年为何敬身 是你觉得我欺查最合心意 不熄灭我高家 还假装身 诃骗于我 若不是丞相死前告知 我估计还要对您感恩待个多年 话音落 高公公抽出匕首次向自己的喉咙 两人身去接连倒地 发出巨响 悬月没了 叶晨接手了这个烂摊子 他看起来憨憨的 但其实手段比沈彦聪明得多 恩威病失 赏罚分明 短短几日朝野上下就恢复了秩序 百姓们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江山就一煮了 他们该吃吃该喝喝 甚至因为被减免了赴税 还要夸叶臣一句 英明神武 不过这样英明神武的人 现在也开始头疼了 朝堂上两拨大臣 你来我往 唇枪舌战 沈南风是玄月余孽 兄长又是沈彦 怎可为后 闭嘴巴你 朕要不是为了南风 连皇帝都不当 沈南风助陛下统一两国 这皇后自然当得起 多说点多说点 朕爱听 陛下 不如将沈南风封为贵妃如何 一个玄月旧臣 自作聪明的上前提议 这下叶臣炸毛了 朕说了 朕要立沈南风为后 不然这皇位 你们来坐 大臣们呼啦啦跪了一地 伴随着一声声 臣不敢 叶臣冲藏在屏风后的 我悄悄眨了眨眼 我要娶你 明媚正娶 我最终还是成为了叶臣的皇后 那天晚上 他端起酒中 一张脸上的通红 啊 南风南风 我的南风 胶杯酒 胶杯酒 心心相印 白手不离 洞房花烛 哼哼哈嘿 三年爆料 听着叶臣的心声 我轻声凑到他耳边 要不要试试这样的胶杯酒 看着叶臣有些迷乱的眼 我伸手扯下他的衣袋 顺势叼起酒杯 递到他的唇边 他微抿了一口 然后灰袖灭了红烛 将我推向柔软的锦杯之中 沈南风 我叶臣此生并不负你 那一夜后 我经常做一个梦 梦里是一片宽阔的山谷 有个小男孩摔倒在地 他微微抬头 哭丧着一张小脸 我向他伸出手 快起来 地上梁 自此以后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我身边 明明年纪比我还要大一些的男孩 却愿意每时每刻跟在我身后 春天的时候 他送了我一束花 他说 南风 等你长大 嫁给我好不好 叶臣告诉我 梦里的男孩就是他 他被送到药王谷学医时 遇见了我 他本想着 等有人来巡食你换点好处 未曾想你 下得高烧不退 被大夫断言命不久矣 无奈之下 他找了个跟你差不多的姑娘 活活烧死 假装你意外丧生 这才骗过了药王谷的人 没想到你命大 又正好失了意 沈彦大概是想着 将来还有利用之处 这才留了你一条性命 呜呜呜 南风好可怜 幸好我当年在战场上 看到了南风手腕的胎记 我以后要加倍对南风好 我抱住夜晨的腰 将耳朵贴在他的心口 南风抱我了 南风竟然不怪我弄丢了他 哎呀 他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抬头吻了吻他的下巴 在心里默默回应 夜晨 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全文完